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和西阿书的第十章 和西阿书的第十章总共有十五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北国以色列拜偶像犯罪必遭神的刑罚 我们来把这一章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一到八节 北国以色列拜偶像犯罪 第二段是九到十五节 以色列犯罪必遭神的惩罚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是一节的前半节 还有十一节十二节 经文这样说 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 结果繁多 以法连是训良的母牛犊 喜爱踹骨 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景象上 我要使以法连拉套 犹大必耕田 雅各必罢地 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 就能收割此爱 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 你们要开垦荒地 等他临到 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读完了前面的和西阿书的第九章 这章的内容是在讲 神借着先知向北国以色列家宣告审判的信息 他们因拜偶像得罪神 神必使他们在信仰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蒙福 最终会落到逃到外邦 死于外邦 并在列国中四处漂流的结局 我们今天要读的第十章 经文的信息仍然是在反映 神借先知的口 斥责以色列家犯罪 并要由此承担因犯罪 所要遭受到的 那来自于神的刑罚和惩治 先知明确地告诉以色列家 他们所拜的偶像毫无用处 那带领他们敬拜偶像的王 有一日 必如水面的墨子一样 完全灭墨 偶像和假神 完全不能自保 那依靠假神和偶像的人 必然蒙羞 而这人就是神的子民 以法连 那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 本章的第一段的信息 一节到八节 以色列家拜偶像得罪神 必遭神的刑罚 本章的经文 当我们读到第一节的前半节 还有十一节十二节 便会发现 经文描绘 被鬼以色列 甚至南国犹大 都非常的正面和美好 神看自己的子民 那么的美好 就与本章的信息 中责备神子民的内容 很不协调 这不难理解 因为一节前半节 和十一节十二节 乃是显明了 神在自己的计划中 怎样看以色列和南国犹大 但是后来 这蒙恩的百姓都离弃神 使神的计划 在他们身上落了空 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 都没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这是让神和当日的先知 感到十分痛惜的 第一节的前半节说 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 结果繁多 大家可以参考前边的 九章的第十节的前半节 伟大的耶和华神 赐福于以色列 使他成为茂盛的 结果繁多的葡萄树 这乃是他伟大的计划 但是作为以色列家 他们的失败的表现是 就像一节的后半节说 正当果子越接越多的时候 就越加的增添祭坛 而此时也正是地土 更为肥美的阶段 他们就为自己造了 更多更美丽的住相 这是说明 以色列人正当处在 神赐福的阶段中 就偏离神走了下坡路 经文中讲到 果子越多和地土越肥美 是指以色列人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强盛 也包括人口的增多 再加上神赐福于他们的地土 但是非常可惜 以色列人在这关键的时刻 没有更加的仰赖神 反而是将自己的心偏向别神 这偏向别神的表现 就是为自己增添祭坛 并造美丽的住相 第二节提到 他们心怀二异 现今要定为有罪 这是在讲 他们同时将自己的心表面上给耶和华神 但实际上是给了假神 他们向着耶和华神行事诡诈 大家可以参考五章的七节 二节后半节 神向他们发出预告 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 毁坏他们的住相 大家可以参考列王纪下23章 尤其是他的15节到20节 那里就记载到了南国的犹大王约西亚的时候 他在全国范围内为耶和华神清除偶像 他清除偶像的范围 甚至扩大到从前北国的区域到了伯特利 大家一定要去看那段的记载 这表示神界先知所预言的最终成就 第三节讲到 以色列人藐视君王 透过这一行为也可以看得出他们藐视神 经文说 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 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 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 北国的以色列民之所以藐视君王 这是因为我们说过 北国的君王普遍都来路不正 一个王朝又一个王朝的更迭 主要靠弑君和政变 所以就连神都不接受这些王 大家可以看八章的四节前一半 在圣经中 王是神和百姓之间的重要渠道 神赐福于那敬畏他的王 透过神赐福于那王 神就将赐福透过那王 再传递到百姓身上 我们看到大卫 所罗门 西西加 约西亚都能够发现这一规律 但若以色列的王不出于神 神于是就不借由他们来向百姓传递赐福 而这些王也根本没有作为神和百姓之间传递赐福的重要观念 他们都是带领百姓去拜金牛犊 所以伟大以色列的神不认他们 百姓也不尊重他们 第四节 继续讲到百姓所犯的罪 经文说 他们为利约说谎言 其假事 大家可以参考 生命纪29章18节 尤其是前面的4章2节 以色列人既然向着神都有诡诈 他们彼此之间更是以诡诈相待 由于他们根本不具备从神而来的诚实的属性 大家参考二章的19节20节 那么神就让这用心既险恶又诡诈的民经历灾伐 神说 因此灾伐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梨沟中 我们要知道 神赐福以色列地 他们的田土本来应该长满丰收的五谷 但是若是田间的梨沟长了苦菜 苦菜便是灾伐的比喻 他的意思是 以色列人只望从田地得到五谷辛酒和油 但是因为他们向神心存二意 行诡诈 他们在民中也为立约说谎 不诚实 不守信用 其假事 那么他们就将吃到根本不想吃的苦菜 从第五节到第八节 神就借先知预言了 那拜金牛毒的北国的子民 从王到百姓将会有怎样的结局 第五节讲到 撒马利亚的居民 必因伯亚文的牛毒惊恐 撒马利亚既是代表北国的都城 又是指整个北国 伯亚文是指 当时邪恶之家 金牛毒的圣所所在地 伯特利 而因牛毒惊恐 是指 北国以色列百姓 当看到伯特利金牛毒的下场 就会感觉到惊恐万分 他们会发现 金牛毒根本无法保护以色列百姓 而以色列民 反而要担心 金牛毒的下场和结局 五节的后半节说 崇拜金牛毒的民 和喜爱牛毒的祭司 都必因荣耀离开他 为他悲哀 在九章十一节 那里 先知就曾经说过 以法连人的荣耀 必如鸟飞去 而十章的第五节 又讲到 金牛毒的荣耀 也必离开 这都在告诉我们 当亚述人 来攻打以色列地的时候 以色列人 不但自身难保 他们还要担心 金牛毒是否安全 所以 那敬拜 假神和偶像的 北国的子民 实在是又虚妄 又可怜 接着第六节 就向我们交代了 金牛毒的下场和结局 这是预言 有一天 北国被仇敌 亚述人彻底征服 到那时 人必将牛毒 带到亚述 当作礼物 献给 耶雷布王 这里所讲的 耶雷布王 就是指 伟大的王 这是当时的人 对亚述王的称呼 大家可以参考 前面的 五章十三节 由于那 虚假的荣耀 已经离开金牛毒 所以六节的后半节说 以法连 必蒙羞 以色列 必因自己的计谋 惭愧 大家看到第五节的时候 也可以去参考 《猎王纪上》 12章 28节 29节 和西阿书 8章 5到6节 13章 2节 以及我们提过的 9章 11节 第六节提到 以色列 必因自己的计谋 惭愧 大家可以参考 8章的 8节 到10节 以色列人 惯行诡诈 他们使用 金钱外交的策略 企图 要让周围 所有的国家 都高兴 人世间 似乎没有比 以色列人的外交政策 更圆滑 和有智慧的了 但神说 以色列 必因自己的计谋 惭愧 他们既然 全心的倚靠人 神就让他们的计谋 彻底落空 所有的企图 最终 全都幻灭 第七节就讲到 北国的 王的下场 经文说 至于撒玛利亚 他的王 必灭墨 如水面的墨子一样 这是在讲 以色列的王 被仇敌打败 手中的权力 转瞬消逝 他们在人类历史上 尤其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上 所带来的影响 就像水面上的浮沫一样 转瞬间 就消逝了 第八节 又在交代了 博雅文的秋坛 也就是以色列人 在伯特利 所建的秋坛 神称那些秋坛 就是以色列 取罪的地方 这些秋坛的结局是 必被毁灭 荆棘和吉利 必长在 他们的祭坛上 大家可以参考 前面的四章 十五节 还有 列王纪上 十三章 三十四节 大家也可以再参考 列王纪下 二十三章的整章 尤其是十五节到二十节 八节的后一半 告诉我们 到了神要毁灭 博雅文的秋坛的时候 北国以色列人 就是经文中所说的 他们必对大山说 遮盖我们 对小山说 倒在我们身上 这是指 从前北国 撒玛利亚的居民 以及重派牛犊的民 和喜爱牛犊的祭司们 都无法忍受 因博雅文的秋坛 被神毁灭 而带来的刑罚和惩治 他们恨不得 被大山小山所遮盖 他们自己 能藏身在 磐石的血中 因为那惩罚是大的 羞辱是惨重的 大家可以去参考 启示录 六章 十二节到十七节 那里有 相似的经文的描述 是讲到 未来 当羔羊揭开 第六印的时候 在地上 所要发生的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本章的第二段 九节到十五节 这一传的内容是 先知继续在讲 以色列因犯罪 必会遭到神的惩罚 第九节 神说 以色列啊 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 时常犯罪 你们的先人 曾站在那里 现今著基比亚的人 以为攻击 罪孽之辈的战士 临不到自己 这一节经文 大家可以参考 九章的九节 那节经文 也是将以法列的罪 与从前 基比亚人犯罪 做比较 当神 借先知的口 讲到十章 九节的话时 神的意思是 从前 住在 比安敏地 基比亚的人犯罪 以色列的众志派 就联合在一起 攻打 比安敏人 而从前 攻打 比安敏的主力 是来自于 北方的众志派 因为住在北方的 以色列众志派的 数目较多 但如今 神提醒 北国以色列 你们也像 从前的 基比亚人一样 罪恶深重 这也包括 此时此刻 住在基比亚的人 人们都会以为 那攻击 罪孽之辈的战士 临不到自己 但殊不知 神已经决定 要刑罚 北国以色列民 当然也要刑罚 现今住在 基比亚的人 大家可以去参考 诗诗记 十九章 二十章 那接着第十节 神说 我必随意 惩罚他们 这意思是 神一旦 要惩罚 那作孽之民 谁都无法拦阻得了 神想怎么惩罚 就怎么惩罚 第十节的后半节 提到 他们为两样的罪 所缠 列邦的民 必聚集 攻击他们 这里所讲的 两样的罪 向来都有着 不同的解释 有圣经学者 告诉我们 两样 有着重大 和羞耻的意思 那这两样的罪 都包括什么呢 一方面 应该是指 百八例的罪 第二方面应该是 神的百姓 在大卫后裔之外 另立国君 大家可以参考 前面的八章四节 那这两方面 都是神 所不喜悦的 当然 关于第二样 也有人反对 因为按照圣经的记载 当尤大王 罗伯安当政的时候 是神许可 当时北国的 耶路伯安一世 做以色列的王的 大家可以去参考 列王纪上 第十二章 十三章 十节的末了提到 当以色列百姓 被那两样的罪 所残住的时候 神就会容许 列邦的民 聚集 攻击他们 大家可以参考 八章的第十节 那里神说 现在我却要聚集 惩罚他们 十节的经文 讲完之后 接着十一节 十二节的经文 非常的美丽 透过这两节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神原本在以色列家 和犹大家身上的 心意究竟如何 所以十一节 十二节 是神的百姓 还没有堕落 行邪淫 拜偶像之前的光景 从第十三节 往后 就在形容 他们的堕落 十一节的经文说 以法连 是训良的母牛犊 喜爱踹骨 我却要将 恶 加在他肥美的景象上 我要使以法连 拉套 犹大 必耕田 雅各 必霸地 这期经文 乃是用农业经验的角度 来形容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从前 蒙神恩典的时候的 快乐光景 经文主要形容的是 北国以色列 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 尽管经文中 也提到犹大 但是有的圣经的版本的翻译 将犹大 也翻为 以色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十一节 十二节的经文 其实 就都是在讲 北国以色列 神看 以色列 如什么呢 他原本 乃是讯粮的母牛犊 而且喜欢并擅长在打鼓场上踹鼓 有人把踹鼓解释为审判 因为在以往的历史上 以法连之派在众之派当中 乃是处于领导的地位和角色 他常常判断别人 也指挥别人 当然这一恩高 乃是从约书亚来的 同时也来自于以色列的女先知 底伯拉 大家注意看 约书亚记 以及《诗诗记》的四章和五章 还有《诗诗记》当中 所有对以法连之派的描述 但神说 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景象上 这话的意思 是神给了以法连之派另外的托付 让他们服在主的权柄之下 为主而工作 经文中所讲的 我要使以法连拉套 拉套的原文 小字 或作被齐 也就是指 神要以法连 扶在他的权柄之下 被神所驾驭 神使以色列家扶权柄 让他们做什么呢 那是后面所说的 犹大必耕田 雅各必霸地 我们如果按别的圣经版本 那样说 就把名字稍换一下 可以改为 以色列必耕田 雅各必霸地 这是在指 神乐意 北国以色列 在他的权柄之下 耕耘北国的土地 就像格林多前书 三章九节所说的 神的儿女 神的家 这包括 神的以色列子民 和外邦的教会 都是神 所耕种的田地 又是他要 建造的房屋 我们接着再看神 怎么说 第十二节 就进一步的讲到 当以色列耕田 雅各霸地的时候 神原本期望他们 栽种的是什么 能收割的 又是什么 十二节说 你们要为自己耕种公义 就能收割慈爱 在神的心目中 公义是人们 栽种的苗 或是种粒 而人 行公义的收获 便是来自于神的慈爱 在诗篇 第十八篇 二十四节 到二十六节 经文这么说 所以 耶和华 按我的公义 按我在他眼前 手中的清洁 偿还我 慈爱的人 你慈爱待他 完全的人 你完全待他 清洁的人 你清洁待他 乖僻的人 你弯曲待他 神在此 告诫自己的子民 耶和华神 看重他们所栽种的 他们是否 能从神那里 收割慈爱 就取决于 他们是不是 能够栽种公义 大家同样也可以参考 弥加书六章的 六到八节 十二节的后半节 神还特别的 勉励自己的子民 要抓紧时机 不要错过 最佳的节令 因为 现今正式寻求 耶和华的时候 现今正式寻求 耶和华的时候 就是表明 如今是最好的机会 在以赛亚书 五十五章六节 那里的经文说 当趁耶和华 可寻找的时候 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 求告他 所以百姓 不可错失 这可以寻求神的 最佳的良机 经文又说 你们要开垦荒地 等他临到 使公义 如雨 降在你们身上 大家可以参考 耶利米书 四章三节 还有前面的 六章三节 这里讲到 百姓们 所要开垦的荒地 就是指 当时人们的生命 人们若是在旗上 又耕田 又霸地 并且撒 公义之种 那么神 就会临到他们 并向自己的百姓 降下 公义的雨水 最终神的子民 便可以从神 收割慈爱 这就是二章 十九节 二十节 所说的 神的属性中 有人义 公平 慈爱 怜悯和诚实 神的子民 若向着他回转 他就必以 公义 公平 慈爱 怜悯 诚实 聘自己的百姓 为妻 使以色列 永远 归于自己 因为那 栽种公义 并收割慈爱的百姓 才是真正 认识 耶和华的百姓 读到本章的 第十三节 经文讲到 你们耕种的是 奸恶 收割的是 罪孽 在经文 讲到你们之前 语气中 还有着 但是的意思 这表明 神的子民们 没有按神 所期望的 栽种了公义 并且 收割了此爱 他们反而耕种的是 奸恶 收割的是 罪孽 而口中所吃的是 谎话的果子 由此可见 神的子民 所写明出来的 生活方式 完全与神 期望的相反 第十三节的 后半节说 因你 依靠自己的行为 仰赖 勇士 众多 以色列人 乃是活在 天然人的性情里面 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而当他们感觉到 要有什么事 求助于人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 来到神面前 而是要仰赖 那来自于人的 勇力 这都不是神 所喜悦的 那接着 十四节 十五节 神就借先知 预告了 将有大灾祸的结局 临到以色列 第十四节的经文 比较难以理解 先知说 所以在这民中 必有轰壤之声 这显然是指 有外来侵略的 灾祸 临到以色列 你一切的保障 必被拆毁 就如撒勒曼 在征战的日子 拆毁 伯亚比勒 拆毁保障 我们能理解 表示 当亚述帝国 攻击北国的时候 他所有的 坚固城 尽都陷落 而撒勒曼 在征战的日子 拆毁 伯亚比勒 就不能够 被确定 是什么意思 因为整本圣经中 只有在这里 提到 撒勒曼 有的圣经学者认为 他可能是 亚述王 撒曼 以色武士 这位亚述王 是于主前 727年 到722年 在位 按照 列王记下 17章 3到5节的 记载 他是攻击 以色列的 亚述王 但后来 他在夺取 撒马利亚以后 就去世了 所以掳掠 北国 以色列人的 乃是他的继任者 亚述王 撒尔根 二世 所以我们今天 一般提到 究竟是哪个亚述王 征服了北国 都会提到 撒尔根 二世 慢慢 人们就不提 撒曼以色 武士了 14节的结尾 提到 亚述王 在征服 别的国家的城市的时候 会将其中的母子 一同摔死 在人类历史上 这样的暴行 非常的多 可以说 数不胜数 大家可以参考 《猎王记下》 八章十二节 十三节 还有诗篇 一百三十七篇 八节九节 亚述军队 是如此的残暴 后来 巴比伦的军队 也是同样的残暴 第十五节说 因他们的大鳄 伯特利 必使你们遭遇如此 到了黎明 以色列的王 必全然灭绝 这是在预言 仇敌的军队 向以色列人行恶 而以色列人 在伯特利 所行的恶 也使他们 必遭此结局 以色列的王 必全然灭绝 就像第七节 所说的那样 北国以色列的王 必灭墨 如水面的墨子一样 关于第十四节 讲到亚述王 撒曼以色 武士 大家还可以参考 《猎王记下》 十八章的第九节 那今天的经文 不难读 大家看他的第一段 和第二段 信息都是在讲 神的子民 以色列 因为犯罪 不肯回转 归向耶和华 神就借着先知 警告他们 将会有惩罚的结局 临到他们 但是就是这样的 悖逆的百姓 神原本在他们身上 有着美好的计划 像是第一节 头半节所说的 另外 神也以 怜悯和恩典来待他们 让北国以色列 虽不再踹骨了 却仍可在神面前 耕田和霸地 他们一旦 在自己的生活中 栽种公义的话 神就必会令他们 收割慈爱 但可惜的是 他们拒绝 趁耶和华 可寻找的时候 寻找神 他们明明地 耕种奸恶 最后收割的是罪孽 而所吃的 便是谎话的果子 因此这民 就必在列邦万国面前 被羞辱 成为笑谈 求神怜悯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 就像神 借先知 勉励以色列人那样 现今 正是寻求 耶和华的时候 我们要开垦荒地 就是我们 个人的心和生命 当伟大的神 临到我们的生命 他必使公义 如雨 降在我们身上 愿神 赐福给我们每一位 耶和华神 以色列的救赎主 我们感谢你 祝从前 你的子民虽然败坏 但你仍然给他们 悔改的机会 你要他们为自己 栽种公义 就能收割慈爱 但是以色列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